交通部观光局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为了推动台中市彰化县的观光产业发展 这一天是成立了中章区域观光联盟 共有60多个观光产业工协会都加入联盟 交通部观光局也指出 未来会把旅游相关的时速、游构、行等相关产业资讯 整合在同一个平台 来让观光旅游推动更有方向和目标 60多个观光产业工协会这一天起居一堂 在交通部观光局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号桌下 宣告中章区域观光联盟正式成立 要为后疫情的观光复苏来做准备 我们由这个三山管理处来做主体 然后把跨了60几个工协会 还有各个公司部门都把它call在里面 当然是说一方面是先把整个区域内的观光产品 资源还有旅游路线等等都做一个横向的串联 一方面在现阶段争取在国旅的热潮的时候 争取国民旅游都涌到这个区域过来 当然除了这个交通部观光局的一些政策 在引导之外 我想我们地方政府 我们也希望尽到责任来协助 我们在地的业者度过这次的难关 交通部观光局表示 为成立这个联盟主要是交通部长林佳龙 在8月举办中章观光圈产业交流座谈会 听取观光产业的进言之后 所指示成立的 要将旅游相关的食宿游构型等相关的产业资讯 整合在同一个平台 让工作推动可以更有目标 这个相关的预算它确实是散在 有时候是在交通部观光局 有时候在文化部 有时候在经济部 有时候在农委会 各个大会都是有 那我们现在各个工协会 包括公务们 我们都希望说未来 假设今天有相关的经费 我不是说跟各位要钱的问题 就是说你相关的经费 你想执行什么事情 你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可以让你的活动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透过一个整合之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源 把我们的能量 把它做下去 因为我们这边是由交通部 观光局 以及我们底下的 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来协助地方成立这样一个联盟 所以在初期 会有相关的资金能够来益助 那不管日后的这个平台上 的一个执行是管理处 还是我们未来观光署 会成立的台中分署 我想这个资金部分 大家不要太担心 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也指出 这个联盟跟其他民间联盟 必不同 在于它有经费 而且是由三山管理处来进行 而现阶段会将重点放在盘点资源 以及加强观光旅游设施 与相关服务准备等 来为观光旅游付出 做好准备 这里叫台中采封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